我爱如等 圣与父母念子 我与此事作福 一善恭悟 拔生死之苦 令护无德 身无为之安 无半逆环 尽道尽灭 人民禅为 佛为众无 无梢无痛 久后转去 如等 转向交界 如否金法 无德凡也 我们看 涅拉的诸解 呦 就是前面念的这段经文 以金法解灭 烧痛转据 古福 戒令 学无修善 奉持 金法 佛灭后 这些状况 七十 佛都知道 没有一样 不知道 看到经文 想到 想到世尊当年在世 慈悲到接触 反复地 叮铃 告诫 一定要懂得 舍无修善 佛是这么样 教人 我们看看 几乎 几乎 所有 各个族群的 神仙 各个宗教的 教主 创始人 都是 一样的 慈悲 一样的 口气 叮铃 祝福我们 后人 那么在 过去 两百年前的 中国人 大多数 都能够 接受 也能够 依教 奉行 所以 社会 还算是 暗定 和谐 居住的 环境 确实 是 是 向前面经文 所说的 风调 欲顺 过太 敏感 可是 往后的人 对 圣教 逐渐 疏忽 信心 衰了 不是没有 里面确确实实 有了怀疑 尤其是 西方工业革命之后 把近代科学的文化 带到中国来了 科学的精神 最重要的是怀疑 于是我们对传统文化开始怀疑了 对祖宗开始怀疑了 对如是道怀疑了 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人 所谓是守旧的这一派 但是在往下传呢 守旧这一派传人少了 越来越少 去向于科学的 是越来越多 一直到今天 守旧的人几乎没有了 有 也无能为力了 就像佛在此地所说的 这一派传人 人 金道 解密 人名 禅慰 附回 中物 那 无痛 无梢 无痛 酒后 转聚 这就是现在 那我们今天社会状况 佛统统都说出来了 可是灾难的平凡 社会的动乱 和人 和在世间 没有安全感 更谈不到幸福 所以从每天 我们看到自杀 就能体会到 他为什么要自杀 奇怪的是 自杀的年龄 到小学生了 十几岁未成年人 他为什么要自杀 这些都是严重的 社会问题 从经文里面看 佛在这里叫我们 转向交界 这就是救苦 救难的唯一方法 圣贤的东西 都要教我 如果这个世界 有十几个 二十个人叫 我相信 人民是会回头的 现在可以用这些工具 微信电视 网接网络 现在的印刷书 进步 成本将大幅度的降低 书籍可以大量的 印刷流通 但是一定要有人去做 一定要有人去教 这问题才能解决 教的人 心要向佛心 佛是什么心 真正的爱 谢谢大家